新闻抢先听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新传媒属下电台CAPTA 958城市频道 现在是由林立芳播报新闻 副总理王瑞杰表示 人民行动党在东海岸集选区的团队 会继续为区内的居民服务 履行他们选前做出的承诺 王瑞杰昨晚在位于乌洛南的人民行动党总部 同东海岸集选区其他4名议员和区内的基层活跃党员开会 王瑞杰会后答复记者询问时透露 他告诉与会党员一切都没有改变 东海岸集选区的5名议员和党员会尽最大力量为居民服务 针对记者提问 他是否会参与选择第四代领袖接班人的工作 王瑞杰表示 会继续主持一些探讨国家议题的会议并给予意见 本地昨天新增26起2019冠状病毒输入型病例 患者包括两名70多岁的老翁和一名1岁男婴 卫生部发表文告说 有4名本地公民和3名永久居民确诊 他们从印度、加拿大、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回国 有12名工作准证持有者正式感染冠病 他们是从孟加拉、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入境 当中包括两名外籍女佣 其他患者包括两名直系亲属症持有者 一名长期探访症持有者 两名学生症持有者 以及两名工作症持有者 本地目前的累计病例为60601起 死亡人数维持在30个 美国发布新准则 让美国官员能够更自由地同台湾官员会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说 新准则放宽了美国同台湾接触的指导方针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进行接触 反映美台不断深化的非官方关系 不过声明没有说明准则的具体内容 另一名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新准则让美国官员可以在联邦政府大楼 或在驻美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举行工作级别的会议 在这之前 这些会议是被禁止的 此外 台湾驻美代表处 对美国国务院的宣布表示欢迎 并表示 这反映了台美关系不断深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过世后 白金汉宫和英国政府建筑物下半期致哀 而大批民众在白金汉宫外献花 悼念菲利普亲王 王室成员对于菲利普亲王的事事深感悲痛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也在网上发表声明 感谢菲利普亲王多年来的付出 并表示他们会非常想念他 另一方面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纷纷悼念菲利普亲王 英国首相耶汉逊说 菲利普亲王深受人民爱戴 并感谢他多年来的贡献 美国总统拜登指出 菲利普亲王干尽十足 为英国和王室奉献自己的一生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下令政府大厦降半旗 并向伊丽莎白女王表达最深切的慰问 最后是西班牙甲族足球联赛消息 韦斯卡以3比1击败埃尔切 新闻播报完毕 江营赛Wh 并跟 Kryon 并所真的让睁次